把它換掉這個很重嗎 很重啊 就是你最會不能繼續把你換掉 你覺得他把它冷凍 可能會用在別人身上 可能會用在別人身上 陳偉娟全明星失控淚崩 丟死人 怒吼換掉黃宏宣 得到神功無法控制 在錄影的時候就突然 紅隊那邊就一坨 就不是很舒服 因為再加上我們藍隊戰機 不是太好 所以就看到對方興奮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誰啊 是不是看不起我們 現在那邊誰啊 他那邊興奮什麼 你跟我們同學好了嗎 我 陳偉娟加孔姐 你這麼喊男公回你也可以 還是覺得說 我多了一個身分主持 然後就開始大家一直恭喜 恭喜啊 就這樣 覺得很不好意思 現在我們已經進到第四季 上花已經畢業了 我在小孩應該不太會 跟我們一起走心光 所以我大概會被 自己的臭男生陪著這樣子 我們來也蠻開心的這樣 那他是因為淺姐太長 所以好我有這麼大妹 一定是他太貴了 其他就是不容易 話說淺姐帶隊也是不容易 藍隊先前贏得躲避球賽 首度二連勝 壓力終於得到釋放的淺姐 罕見哭熱 我其實是蠻愛哭的 我連看小丸子我都哭過 所以其實我的哭點是很低的 那一天真的哭出來是覺得 都覺得好累喔 真的 我帶你們真的真的好累 就哭出來 後來我就覺得 哎呦 丟死人了 當你真的這些付出 然後轉換成這個成績的時候 你是覺得是值得的 他想說誰是從 我拍錄到誰拍鏡頭 我覺得得得 接下來你們會看他 就是看到他 打爆發 水桌的男人 有夠愛哭的我的天 而且他哭得實在是 有夠優雅的 有夠優美的 紅軒哭就是小孩子哭 抱著 巨洋 巨洋也很會哭啊 佳佑你不要看他一個翹鼻子 帥帥的 有滿身的肌肉 在游泳池裡面哭的時候 你也知道是淚水 還是海還是池水 我們這一季的男生 有夠會哭的啦 因為紅軒 大家都知道他表現很好 可是好像他 有多少幾隻牆上 都被情節在這樣搭 哦 接下來會更多 這個我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用一些情節 就是我們看那個電影 那個武俠片 他突然得到了一個神功 他沒辦法去控制那個劍 你知道嗎 可是他已經很厲害 他有那個內力很強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控制 我覺得現在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 我自己形容得太好了 太多了 來 你又衝動了 你可以冷靜嗎 你不冷靜我要換你 所以意思是說後面會有 算是更重的嗎 反而 後面要更笨為重的 把他換掉這個很重嗎 說真的 很重 就是你再不冷靜 想把你換掉嗎 你應該再把它冷凍 可能會用在別人身上 他們今天從全民心運動 會畢業出去之後 我想應該可以變成 無敵鐵金剛好 任何事情應該都難不到他們 那現在看下來 蠻對追擊 總冠軍的一面當 我可能會 蠻想看小潔贏的 因為他輸三七 我看過他的三七輸的臉 我不知道他贏了的話 他的臉是什麼臉 而且我認為他的人生 的確目前需要這一季 讓他開心一下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